上星期看新聞 我無可忍出一支打電話給立法局議員 大家發勞訴一段時間 這個政府真的不能夠 你罵到武器 不能夠 第一,你矛盾 我在埃及事件已經說了 你發出這個警號實在太遲緩了 這次,現在不只是地震 海嘯這麼晚 就算海嘯,大家看著電視機 數著,五秒 五秒而已 一二三四五 那就由尖沙咀到油麻地 那些水 撤翹?撤得撤嗎? 那時候,你不是現在撤 第二,現在是輻射 我們預計的輻射 一個小時會到東京 香港人走了,那怎麼辦 而且最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政府不知為何在這件事上 剛剛調轉的態度 別人叫做疑緊不疑敷 這個文匯報已經說了 文匯報正是怎麼說的 事實上任何所謂天災 昔日周一駱處理一件事 非常之適合,叫豬流感 那時候就鎖了別人的酒店 你想想有沒有人罵他 沒有人罵他 你這次有關核電的輻射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核電廠都還未解決 所有核能專家都說可以很大 你證明一件事就是莊岳和搶檢市民的一樣常識 就是你入境 現在來自日本的旅客 還是說自願地檢查 有沒有搞錯,什麼叫自願地檢查 現在是吸毒嗎?你明白嗎? 我證明說罪駕也有立例 何況現在是輻射 你不知道他那區是否受到輻射 他說現在是在日本南部 可能他前陸是在日本北部 或者東邊那邊 那你怎樣?你怎樣計算? 你完全不需要有資料去證明你要不要這個因應 你一開始說的邏輯問謬 現在都不知道我們香港政府搞什麼 第一就是首先呼籲日本香港人 東京人走 但是同一時間旅遊警告拒絕黑色 我真的不太明白了 你究竟叫我去還是不去 去了就馬上回來嗎? 現在在淘謹申議員說你想怎樣 公司要我去 公司要我一定要去,因為現在是紅色 到之後政府叫我回,老闆 我回來了 而且實際上我們現在這群官員 我們跟他應該調轉位置 因為他們最適宜過我們 最適宜就做我們的角色 你看看李小光 直接要調轉位置 我覺得我做決策人 我立即已經黑色了 告訴你 實際上政治智慧都告訴我們 你不要說什麼常識 這些在政治邏輯角度 政治就是在天災人外的事件當中 宜歡不宜緊 他說擔心 宜緊不宜歡 他說擔心 如果我發出黑色警告的時候 我們這個移民局 有人在那裏就要回來了 幫不了香港市民 這個又是一個 完全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罵他 日本那裏我先說個故事 吃鹽吃得多 吃鹽吃得多 不是這個是李小光說的 李小光 首先我先說一個日本故事 我看新聞說 我看到我已經哭流眼淚 就說 發生這個海嘯的時候 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危機 什麼科的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 由於他就要負責警暴 叫人們立刻上山 上山 避窩 他自己留守到最後一秒 現在極可能就已經是 已經是被海嘯衝走了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 喂 你做到這個位置 你就要擔當 有擔當 所以我說 李小光 如果六個員工真的要回香港 你和副局長 去 你和副局長去 要不就總之你搞定他 要不就特首去 要不就同一年去 最好整班局長去 要不全部民立法局議員過去 這樣就對了 你為了搶票是這樣 為什麼呢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不成理由的理由 如果我掛黑色 我就要那些入境處的同事全部回來 有沒有搞錯 他們應該留守在那裏幫香港人 就是撤回來 你怎會可以想得出這些說話 以及這些藉口 你也可以採取制度的 就是入境處的職員 自願性留下 這個好用 自願性留下 如果你真的沒有人留下 我們就立法局和政府的局長 抽身死簽 你明白嗎 你竇得這麼多人工 就應該做一件事 現在什麼事 你現在棄時 你搞定他 簡單來說 這些說話出來 簡直不符合你作為公報 二少大方 如果給任何一些 稍微有一點政治常識 沒有知識 都會覺得你這句說話 是不應出口的 由這個才爺答辯大會 到這個陳家強 黑面 到曾蔭權說話 到現在這個李兆光 你看看政府裡面 在一間 就是阿范廠 這個政府是多災多難 老實說 多災多難來自什麼呢 自己又不關門 自己去廁所不拉 不拉水 然後自己不煲水 自己又不維修 那這間屋一定是有問題 你明白嗎 李兆光就是不關門那個 即是你沒有那個 然後你曾蔭權去廁所不拉水 那當然是臭的 現在政府真的不能救 原因就是 整班人 那些高官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給你這麼多錢 為什麼我給你這麼多錢 你現在在危難當中 竟然還差在日本政府 我覺得 是完全失望到的地步 我和元澳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